至少都找得到了 而且也知道从哪边复制 另外就是for each的写法 我也把它注解 这个是原来的 for each的写法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段复制 贴到那个我们 你的程式里面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产生一个 没有重复的 没有重复的乱数的话 没有重复 那因为 其实我是建议 因为我写过的东西 就不要重写了 以前有写过嘛 那你知道什么 Ctrl C 那你要知道哪里Ctrl C 就发现复制贴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 你不要说 连贴都贴错了 其实人家给你 你马上可以贴 马上work 这也蛮厉害的 网路上其实都有人提供 只是说你要看懂 那比如说像我们101 这边已经有做过了 那我主要是怎么样 在产生乱数 原来是直接就丢给那个什么 丢到这边来 但是我现在这边是先丢给个A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再把这个A 丢给这个阵列 所以呢 我等一下可以直接拿中间这一段来参考 那你是要逻辑之后 你就知道怎么参考 那我试一试给各位看 中间这一段 对不对 A跟A 中间这一段 Ctrl C 直接怎么样呢 直接放到这个 有没有 产生直接丢给他 但是我不是 先Enter 贴上 这一段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怕 搞不清楚 你就把它分开来一点点好了 那 他是确定没问题之后再丢 所以把它拉下来 等于A 有没有 当什么 当上面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前面少一个嘛 所以你就是Inta嘛 就是先丢给他 他再去检查 检查完没问题再丢 那因为里面的阵列名称 之前叫做MUM嘛 然后呢把它改成N OK 这样的话呢 再来把乱数 因为要重新产生本来是 1到42 把它改成1到999 好 改完了 程式呢 也写完了 这样有很快嘛 对不对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 因为我写过的东西 我都知道在哪里 我都放云端上 所以我下一次 我只要写过的逻辑一模一样 我就会直接这样用 改一下 就对了 应该也不会有错 所以你就把它RUN 所以复制贴上 也是一门很大的 上课重点 可是没有一个章节写说 如何复制程式贴上 在哪个地方改什么 不过这个纯粹是 所以我刚刚把重点提示一下 我刚刚其实没做什么 只是说把中间这一段贴上 把这个扳到下面 它本来在上面 用A来代替一下 它只是丢给它 它跑了这些事情 然后确定没问题 然后确定没问题再OK 当然你中间这一段 你也可以写成类别方法 OK 应该懂那意思吧 反正你就是写成有Return值 Return什么 ReturnRent的一个 类别方法 OK 也可以啊 就更简单 这边只要写一个 那个类别方法 Return回来就对了 那只是说啦 理论上当然类别方法 复杂度一定会比这个高了 因为你直接放这边就看得到 但是你另外再起一个类别 所以等一下如果 类别方法之前有讲过啦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也把它写成一个类别方法 那未来当然你可以把这一段 写成一个类别啦 可不可以啊 可是当然因为后面 除非说有必要啦 不然的话 我觉得可以大可不必 OK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执行过 OK 那这边的话就输入几个数字 比如说我输入16个 Enter 理论上应该就不会重复啦 不过999要重复的几率很低了 理论上应该这样跑完之后 就OK 刚刚同学比较 不能够理解是这个J跟I啦 基本上I指的是你产生的乱数 第几个 第0个的话 如果应该它这个第0次 它不会进到回圈就跳出去 I等于第一次的话 它会进去几次 因为它0开始嘛 0来进去 1的话又跳出了 再来当I等于2的时候 它就01比两次 所以基本上一直跟上面的比 一直跟上面的比 那这是我想到比较简单的方法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没办法 你没办法接受 你也可以改写一下 也许你可以用do file回圈 反正都可以 OK 最后刚刚有同学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Next line跟Next in 其实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以不一定要用Next line 因为前面我们用Next in 其实反而用点 用Next in 其实好像更简单 你可以用Next int 然后回来的东西 基本上也不用转型了 有没有 不用转型 因为它是Next in 所以回来的话 16就16了 那就丢给size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执行过 给各位看一下 那好像更 看着这个地方执行过 我现在就能够 看着这个地方执行过